是三二周档期就会有不错的表现 由于景气转好 现在业者预估今年上半年房市的退样量 就大约在2100亿元左右 上涵近六年同期的次高 加上三月份开始 看房的人潮的确开始回龙了 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小宅 成交量也分别多出了四成和两成 明显看到了房市回温的群号 拥有高楼层景观 小家层设计的隔间已隐居全 实际屏数十五平 近临捷运站旁的小宅小而美 近买买器直线上升 房商业者统计近三个月来 台北市区小宅成交量暴增42% 新北市也增加27% 房价也顺势上涨7%到8% 房商业者认为 由于面积十五平以上的小宅 不受银行贷款陈述限制 因此有利买器回温 总价会比电梯的三榜低 然后呢 居住的品质又比套房好 然后贷款等等 也比较不会担心套房贷款的限制 所以一般来讲 小宅是比较容易好卖好成交 抢搭小宅热卖顺风车 不少20坪以下的老公寓 也趁机释出 像是这间位于捷运站周边的小公寓 因为格局方正 平数实在 总价约在1000到1200万之间 也让预算不多的购屋族 询问度比较高 1000万到1200万左右这样的区间 因为在台北市区一定买不到 利点学区步行到今天这样的距离 大部分是年轻首购 然后贷款也没有问题的 比较容易接受的产品 由于央行利率维持不变 房中业者预期 329到520党期 人气买气都渴望双双回龙 台北市和京北市上半年 预计登场的推案量 约在2100亿元左右 上探近6年同期次高 加上景气逐渐转好 房中业者表示 看污人潮的确变多了 3月份以来 这个看房子很多了 然后出价状况也多了 所以成交的量 目前看起来3月份是比较好 好很多 329党期在即 不少电商叙事待发 要紧抓这波 房市回温的奇迹 记者在袁立成建民台北报道